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正是救私要房委會 代政府支付津貼給輪候公屋的市民 迫使房委會加快建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說 過去五年的建屋速度比以往快 又強調房委會在建屋上絕無放鬆 邱俊華報導 政府今年6月推出現金津貼計劃 資助正是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 林鄭月娥說 正救私日後如果房委會起屋慢 這筆津貼就由房委會給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說 房委會建屋已經比以前快 現屆政府五年裏 我們可以起到九萬六千五百公斤的房單位 如果我們將這個時間相對以往五年的時間 是說起了三人的單位 你想想其實那個增幅相當巨大 亦反映了我們房住的同事 在建屋的投入的承擔是非常強 而且絕無絕無是任何鬆的 林鄭月娥質疑房委會很少用 建屋速度比較快的組裝合成法 比房委會委員質疑部分地盤未必適用 陳凡都有同樣的看法 在香港我們理解到很多時候 那個地盤相對說那個面積比較小 第二就是地勢可能有些斗斜 第三就是我們運送這些組件的時候 我們說是整間公屋單位一起搬 如果有些道路 地盤在那些道路是比較狹窄的 或者它根本都轉不到彎的 那些便有個限制做不到 另外施政報告也都建議填海 但有報道指用來填海的海沙有機會不夠 發展局局長黃偉倫說 現在有些填海工程已經轉用基砂 不會不夠物料填海 那三跑去到中後期 其實它是用基砂的 因為早期它用過一些海沙 但後中後期它已經全用基砂 我們自己東中擴展區的 100砂漆公頸 我們全部用基砂 所以就不存在說 我們經平湖轉了用海沙 而從而對海洋生態環境有破壞 黃偉倫相信 即使日後同時展開幾個填海工程 都會有足夠物料 有面時記者由進化不讀